迷你官方也太大气了吧 又给娟娟寄拿一个包裹 我们拆开看看是什么吧 原来是睡前故事的盲盒呀 我超级喜欢听睡前故事 每次听大猫讲话 我就磕磕地想睡觉 因为大猫的声音太有感染力了 老是催眠 总共有九个 娟娟能否抽到隐藏款呢 封面的白雪公主也太可爱了吧 哈哈 隐藏款在向娟娟招手 开拆了 很好 第一个是克尼斯丁水晶鞋 轻轻地给灰姑娘穿上水晶鞋 瞬间就变成公主了 不知道我们灰姑娘的白王王子在何处呢 第二个青王王子也太绿了吧 我觉得这个好适合单身狗小徐呀 你们觉得呢 白雪公主的狐狸姐也太可爱了吧 今天也有同款 下次拍视频带给你们看看 不得不说 这个造型做得非常软萌啊 有一种奇妙的感觉 我觉得它会是隐藏款 我们拆开看一下 好像真的有点不一样 这居然是一个异色的拇指姑娘 可惜没有抽到隐藏款 隐藏款是紫色的 哎呀好伤心哦 为什么没有抽到隐藏款呢 白天鹅的造型非常的软萌 特别是脚底下的这个脚垫 我很好奇黑天鹅会不会也有呢 排到一半发现我的相机没电了 所以刚刚换电池去了 不得不说这个汉森的模型做得非常的还原 虽然我没有这个皮肤 但是我有这个盲盒呀 嘿嘿 格雷特也到手了 他这个小男子里面装的小蘑菇 看着好可口呀 做得微妙微笑的 果然黑天鹅也有这个脚念 我决定了 我要把这个黑天鹅留给我自己 白天鹅留给我妹 毕竟他们两个是亲姐妹 我和妮妮也是亲姐妹嘛 盲盒拆箱完毕 你们最喜欢哪一个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俊俊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